近三分钟的嬉戏,双方都不认输,该影片也获得超高的点击率,图结取自每日邮报。 近来网络上流传一名男子与袋鼠在街头扭打的全五行影片,起先是男子做事伸手想打袋鼠,没想到袋鼠不甘示弱拉住男子一双小飞踢回击,部分网友一笑置之,但也有网友指出,这是虐待动物的行为。 综合媒体报道,该名男子确实先对袋鼠做出挑衅的动作,袋鼠才不甘示弱地进行一连颤的反击,先是用手臂拉住男子的手,后用尾巴的力量支撑身体进行飞踢的动作,双方近三分钟的嬉戏,谁也不认输该影片上传网络后,引发网友议论,甚至影片高达数百万的点击率。 不过,网友对该影片的内容反应不一,有网友愤慨地表示,该男子涉嫌虐待袋鼠,也有网友替该男子辩护,他们只是在玩耍,该男子也没有真正地碰到袋鼠。 其中有网友更指出,只是工作人员在教导袋鼠拳击技巧罢了,何必认真。 相关影片,澳洲男子遭袋鼠飞踢,引发网友热议图截取自每日邮报。